陈寅克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主要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 对中国的思想 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 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 也存在许多争议和未解之名 首先是关于他的生平的争议 陈寅克出生在清朝末年 曾经在国内外多所大学学习和工作过 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和文化学者 他的研究涉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古代文字 古籍整理等多个领域 然而 陈寅克的政治立场一直备受争议 他曾经支持过国民政府 日本侵华 还有新加坡的殖民主义统治等 导致他在后来遭受了许多批判和指责 其次是关于他的思想的争议 陈寅克的思想包含了很多独特的观点和见解 其中以文化民族主义最为著名 他认为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 应该保护和弘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而不是盲目地接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 此外 他还提出了一些要争议的观点 比如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奴隶制度 对儒家离教的否定等 这些都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质疑 最后是关于他的世事的未解之命 1942年 陈寅克被新加坡当局处死 但具体的细节和原因 至今尚未得到明确的说明 一些人认为 陈寅克被处死 是因为他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政治立场和行为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陈寅克的死亡 可能与其他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有关 综上所述 陈寅克的生平和思想 充满了争议和未解之谜 虽然有些问题之间还未得到定位 但这并不影响 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